哈嘍 哈嘍 大家有在嗎 哈嘍 我們現在等人進來 下午的話 我們也是邀請到 深港在地的姚玉文姚同學 姚和同學 來為我們介紹 深港的安寅繞境有關安寅的儀式 我們下午場還是邀請我們的姚和同學 來為大家介紹 深港安寅繞境的儀式 小河他本身是在地人 他念碩士的時候 論文也是以深港為他的田野地 所以問他準沒錯 現在已經到了下午場 我們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小河 在這個西營 不是ABCC的C 是這個東西南北的C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所謂 我們鏡頭可以戴一下那個 那個儀式的部分 各位看到這邊有這個好幾 二十幾隻的鴨鴨 其他地方可能叫做鴨鴨 就是這個上面有寫宮廟的名字 等等等等 就是我一般看到安寅比較常是 東西南北中 然後各一支祖符 訂在那個地方 可是為什麼深港的祖符會 這麼多支啊 這個每一支鴨鴨都代表著一間公廟 那今天總共大概有二十五間的公廟 今天大概有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負責這個第一個 第一陣的這個先鋒的法師 要準備開營了 那進來的是這個福安宮的樓哨 樓哨上面會有這個五銀騎啦 天氣啦 天地嫂跟這個香爐 等於就是替媽祖開香爐 那後面接著是土地公 開爐土地公 也是這個深港福安公自己的土地公 所以我們現在在的位置是西銀嗎 對是福安宮這個 福安宮總共有十二個銀頭 那我們在的這個下午場的是西銀 是這個十谷村這個聚落來負責 他負責布置這個西銀 剛剛講那個銀主啦 或者是這個環境的整潔啦 事先的這個雜草都要來清一清 那現在有看到這個有一頂神教慢慢靠近了 這個是今年的先鋒齁 也是這個十谷村御心宮 所以每年的先鋒都是用擲筊的方式決定嗎 對然後是整頭下去擲筊 那待會如果比較後面可以看到聖大爐 再跟大家介紹聖大爐他的這個輪子的制度 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 他們的工作也有點不太一樣 他比較特別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頂頭會跟牙頭 稍微類似我們的拜標齁 這是很有趣的畫面 那今年這個御心宮是琴冠麗舞蹈團齁 來這個熱鬧 那前面我看到這個御心宮的法師已經在開癮了 先唸這個請神咒 那在深港齁法師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看到後面現在已經下來了 這個法師為什麼很重要 我們這邊的武營信仰它是有兩層 它是有兩個制度 第一個是自己每個宮廟齁 他在初一屬他都會課筊 那第二個就是他會隨著這個福安宮的安寅落盡齁 去執行一些宗教的儀式這樣 那現在看到這頂神教是先鋒的神教 它是今年輪子這個先鋒的職位 那教頂大家可以看那個教頂那邊 有一個黑色的旗子跟一個黃色的牌子 那黑色的就叫做先鋒令 早上的時候這個人家就要去福安宮的天宮殿 把這個先鋒令跟這個永濟跟天宮請令 然後來落盡這樣 所以說它那個令不是放在教內 是放在教頂喔 對對對 這也是深港比較特殊的地方 它有點像是宣誓說今天我是這個先鋒的這個角色齁 那深港除了先鋒齁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這個紅燈 那紅燈齁它不是這個紅燈綠燈還是什麼交通指揮的角色 紅燈是什麼意思呢 紅燈齁就是例如說今天遶境可能前面有一些狀況要處理的時候 這個先鋒他只會暫時離開隊伍 那雞童可能會降價去處理一些比較可能有個地方特殊的這個捷徑這樣 那這時候紅燈這樣就會頂替先鋒的角色齁 繼續帶領大家繞境 喔所以說是有一點那個副班長的概念就對了 然後副班長去出差然後副班長帶領那個隊伍的意思就對了 是是是然後副班長在深港又叫做紅燈仔 對紅燈仔 那個法師快開運完了齁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雞童是先鋒關的雞童嗎 對 那 那听说被妈祖选为先锋官的这个庙的神 都是年轻骁勇善战的神是吗 对 这个妈祖他会选一些比较有年轻 例如说王爷啦 还是这个太子爷这种 那到时候这个当先锋的时候 他可以就是比较有行动力的去处理一些事情 那这个先锋不是每个村庄 他都轮得到 他是要拐杯 有的时候有的村庄 他可能很久很久很久都还没有轮过这样 现在法师开边 他就是把这个丫头 然后这个奉寝兵将来这边驻扎 那各位那个喜欢看庙会的朋友 如果看到法师在开边 如果你是五星的话呢 尽量要闪远一点 在开边的时候 然后他们都问说 那个五星呢 比较像的哦 这样子 这个距离 对如果有看到那个法师在开边的话呢 如果你有怀孕的话呢 尽量要闪远一点 那法师按完银之后 鸡筒也会就是超五宝这样子 所以他执行完任务马上就会退驾吗 对但其实他的这个工作是很重的哦 各位知道这个香港福安庄的大鸭哦 他不只是冬山南北中哦 他是总共有十二个鸭头哦 所以每一次这个鸭头要睡鸭的时候 冬孕就要抗抗 他其实体力上是非常非常的消耗的 哇 所以每一个鸭头他都要起驾 然后 对对他都要赶赶热来 去开营这样 哇 所以等于说早上五点出庙的时候 他就去领领 然后每一个鸭头他都要下来就是孙雅这样子 是是是 哇 那难怪说是要选那个骁勇善战的年轻的 类似王雅还是太子 对或者是这间庙法师比较多 那这个有时候信徒 因为妈祖不一定会经过他们家的门口 他就会把贡品提来这个鸭头这边 然后一同拜拜 他会准备金子啦水果啦 那有的比较敢呼的他就会准备三仙啦 那听说我们今天绕境走过了这十二个银头 是超过了二十公里 对 这个福安宫 香港福安宫的一个粉丝专业 也有提供今天的路线组 还有这个绕境的顺序 这个排队的顺序 那边是写二十七公里啦 哇 所以从头到尾已经超过了那个半码的 对对对 半码的这个里程数 那全程 听说有三顶轿不能落地 听说有三顶轿不能够落地 全程二十几公里都是用扛着的 是哪三顶轿 刚刚看到的是这个 现在的是昂兵 跟他生那个十八章的青甘宫 那刚刚开营的是这个十谷玉星宫 他担任先锋 还有这个大楼 担任大楼了 跟这个妈祖自己的神教 这三顶神教是不会落地 那不会落地的时候 其实你轎班就可能要请两三班的人 去轮替 不然全程都用徒步的 现在的人可能体力没办法那么负荷 所以不能落地的意思就是说 二十七公里轮大概两三班的轿班 但他就是要全程都用徒步扛着 不能够装轮子就对了 哇实在是体力跟耐力的考验 接下来进来的这个是十八章的 庆安宫 他是拜祖律底 朱府礼府慈府千岁 还是今年担任这个 昂兵亚工作的一个这个正好 也就是副班长 那这个每一个正庙 他今天来参与的话 基本的这个配备 他一定前面会有一台大骨车 或北馆啊 或者是高嘎 南馆都可以 那后面就接两盏 龙骨骑跟神教 这是最基本的配备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今天有二十五间公廟参与这个 队伍是非常非常的长 非常的壮观 那进来的这个是变头村的永庆宫 那永庆宫的主委今年也很发心 每年都很发心 因为他自己是做这个印制衣服跟帽子的 所以他都提供每个村庄 那个外公绕镜的时候要用到的帽子 然后接下来进来的是这个全新村新河宫的五谷先帝 那也是前年翻顿这个正大楼的楼柱的增陶 那各位可以看到每一个这个正庄 他进来他一定是两闪跟这个神教都会拜这个丫头 那其实小编也注意到深港这边的居民啊 参与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不管走到哪里都一定是家家户户地友啊 那巴族没有走错的地方 甚至居民还会把他们的贡品拿到各个银头去参拜 等于等妈祖 对就是虽然他村庄很大 整个劲很大 可是没有因为路途遥远 就是大家就没出来 就是大家还是不管下雨还是大太阳 其实今天天气很两极 出庙的时候是下大雨 然后下午大太阳 但是没有因为天气的极端 大家就是没有出来 就是小编看到注意到 就是参与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现在有看到这个银铁 讲一下这个银铁 这个参与的25间公庙 他要总共准备12支的银铁 跟这个12份的金子 因为这个深港福安公刚刚有提到 他不局限于5个银头而已 他是总共有12个银头 那他在前三天 他就会把这个银铁 然后供品啊 有看到现在是用饼干比较多 还有茶叶跟这个金子 找到福安公 那福安公再分成12个区域 每个区域有负责的这个村庄 他来这边拿这个贡品 银铁回来复制这个银头 等于说 例如说我是A庙 然后我就找12支 就是我自己A庙的那个 上面写有A庙自己祖神的 就是类似祖府的东西 然后我找到福安公之后 福安公在绕境前 会给我A庙到 BCDEG到25间庙 给我这25间庙的银铁 然后让我安在自己的村庄 这样子 那也会附一张图跟大家说 中间一定要是摆 这个深港福安公的这边的雅康 那大边就是摆这个 向大楼的公庙 那碎边就是摆 今年轮子的神兽 那现在是这个太子爷也在拜庙 这个是深港的这个 全新村的隆德公 他比较像是私人的公庙 即使是私人的公庙 你想要参与今天的这个绕境 也是可以的 这个深港以前的祭祀圈 清代叫做 得以新补十八庄 有十八的正陶来参与 所以今天的绕境等于说 有固定基本的这个 十八的正陶来参与 那你如果是私人公庙 想要进来也OK 虽然这个隆德公是私人的公庙 不过在一些老照片 他其实从他创庙的时候 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参与了 而且这个每次参与 那个号召的人力都是非常非常的多 对啊 对啊 好 谢谢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是西銀 那整個繞進的路途超過27公里 不止只有五銀 他們安的是12個銀 12個銀上面所插的竹符 總共有25根代表今天參與的25間宮廟 那一個銀平均會安兩到三次 先鋒關、盛大樓跟媽祖的鸞教旁邊都會跟著法師 經過的時候都會來做安銀的儀式 如果廟有雞童的話 小編注意到雞童也是都會下來孫牙 所以這對雞童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他可能事先要有很多體力的訓練 對!12個銀必須要超五寶超12次 然後加上入廟跟出廟 然後途中如果經過宮廟其實也是要殘累 對!12個銀必須要超五寶超12次 或者是途中經過一些針袍和針袍之間交界 其實他自己也會有他們當地的雞童出來降噶 哦! 所以啊就是在這個安銀繞境裡面的 這個擔任雞童的這些前輩們都是非常非常 需要很大的體力跟耐力的哦! 真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有一個北館車 提前村的童月軒也是三港在地的頂陶 而且三港以前頂陶非常多哦! 有這個拔罐然後還有高甲高甲系哦! 南館啊、塞丁、宋岡、九嶺全部都有! 為什麼有這麼多呢? 因為除了今天的安銀繞境以外 這個大樓,像大樓 有像大樓的樓珠川 他為了這個彰顯自己可能面子啦! 或者是這個村民的相信力 他也會特別去訓練自己 有一個出擊的頂陶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七家村的文德宮 他拜的是祖父千歲 這個七家村以前也是有自己的塞丁哦! 現在可能因為這個沒有學、學的人沒有那麼多哦! 慢慢的散掉 不過仔細去七家村這個文德宮看 我還是找得到獅頭 我們現在看到有這個星瑞宣 十八町的大樓町 也是小編自己的一個增頭 他曾經一度中斷 但是現在是我的堂哥 把他再復興起來 他今天帶的是這個倫拉町的中盤元帥 這個在今天安贏了金之前 算是福安庚的安贏 但其實更早 在可能前兩三個禮拜 每間參與的宮廟 他都會自己安排一個早上啦! 或者是下午去把自己 中盤元帥的中盤元帥 先按起來 等於說 這個是兩層的保護系統 保全公司 對啊! 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想跟小編聊聊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線上提出來 如果你對深港福安宮有什麼好奇 有問題想問的話呢 我們今天請到的姚和同學很厲害 他是深港福安宮 繞進安營 跟上大樓的專家 對這個地方呢 非常了解在地人代表 那 除了是在地人代表之外 他碩士論文也以這個地方為根據 就是他的田野地 所以大家如果有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哦 姚和同學會跟大家做回覆 現在有聽到有人在唱這個高歌 有人 尤此一說 說香港的這個專家庫 這個聚落 是曾經是這個台灣高歌的發源地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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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小學堂 跟姚和同學 是從出廟的時候 就開始跟著隊伍一起走 帶大家一起記錄 每一年這個很溫馨又神聖的時刻 那 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問 然後 一路上呢 姚和同學也都會跟我們介紹 各個公廟它的特點特色 還有深港它安寅繞境的特有的習俗 那我們現在在的位置是在 這旁邊是 海嗎? 海邊 海邊 是西濱高速公路的旁邊 快速道路旁邊 它可以看到這個 有煙囪的地方是這個台中火力發電廠 喔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大都西的南岸這邊 大都西的南岸靠海的西濱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很多風車那裡就是張兵工業區嗎? 對對對 其實這個貓頭 密度最高的喔 就是在這個海邊的地方 它一定是 可能是水邊阿 或者是海邊 或者是這個水溝邊 潸淘喔 因為這個水 不好的東西比較會上來 去擾 擾亂我們境內的平安 所以這個貓頭 設置還是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存在 你現在看的是鵝寮台天戶五戶沉水 他在拜這個鵝頭 那台天戶鵝寮 顧名思義就是起鵝啊的地方 所以各位去這個鵝寮的聚落 可以看到滿坑滿苦的這個鵝啊康 有粉絲發問說 三軍司令旗的用處是什麼 有人說是不是三軍總司令 但是有一點這樣的意涵 但是並不是現在看到這個 可能小英總統 然後他是三軍總司令 深港法國特別做這樣的旗子 在有一本書是這個 深港鄉建鄉60週年的照片集 他其實可以看到 民國五六零年代就有這個 三軍司令旗存在了 他象徵媽祖就是同款 這個深港地區的海陸空這樣 小編自己覺得有可能是 因為媽祖他整個 他有他統領的營不止五營啊 大小營總共加加點點 十二個營嘛 十二個大雅 然後自己村莊又有自己的小營 可是都是以深港法國安宮為大廟 所以他必須有這個 三軍總司令的這個 就是他去統領這所有 大大小小的靈媒的意思這樣子 因為深港國安宮他整個 漫延二十七公里耶 已經超過這個半馬的這個長度了 對 然後有粉絲問說 安寅是每一年一次嗎 對 每一年一次 我們會這個 農曆三月的十三月左右 這個稻子擦陽完的時候 那主委啦 跟這個村長就會選一個好日子 那到媽祖的前面他去拔杯 我會決定今年安寅到盡的日子 通常會選在六日 因為這個工商社會 平常這個年輕人他們都要去上班 其實你沒有年輕人去維持你的這個信仰 是很難傳承下去的 那就每次媽祖也都很靈驗 都挑這個禮拜天 那我們安寅的時候是在農賢的時候 擦陽晚的春天 沒錯沒錯 那收營的時候呢 有收養嗎 收營收營 我深港會叫收邊 他是在那個農曆 十一月左右 大概是國立的十二月中旬 那這一天很忙 因為村民 剛剛停到二十五間公廟 這個信徒都會準備米納達 就是深港獨有的一個 貢品的一個樣式 那到深港福安宮那邊去 拜拜 那拜拜的時候 大概就覺得拜拜好像很無聊對不對 其實沒有 那早上這個剛剛有介紹 閒空就閒空這個爐主自助人員 他會上神通 那他就會台迪豆腐 然後準備頂頭 那下午就換成這個 相大樓的這個樓珠穿 他也是台迪豆腐跟頂頭 那他是這個量是非常恐怖的 通常那個深港都會說 幾百丁 幾百丁這樣 那其實就是非常感謝這個媽祖 一年來在我們村莊 庇佑我們 那你就自己這樣子田野調查 以前的閒雅跟現在閒雅 以前的修邊跟現在的修邊 有什麼不一樣嗎 老人家有跟你說過有什麼差異嗎 這個閒雅聽說 以前他是舉辦三天 那把深港以這個新港路為中心 他切成兩半 一邊東邊一邊西邊 那第一天我就繞東邊 那到完東邊的時候 這個東邊的信徒 他就會板著來宴請西邊的人 那隔天也是這樣 到第三天才會像今天這樣 就是繞深港的整個外圍 不過這個半三天 對大家來說實在是 財力啦 體力都非常的負荷 後來就改成舉行一天而已 那關於這個修邊的這個貢品 從你小時候到現在觀察 有什麼改變嗎 跟講這個修邊的時候 剛剛講這個下午會有上大樓 就是等於是樓珠川 會把這個樓珠媽跟這個大樓 還有冷氣 上回來後安宮這樣 就是結束我一整年樓珠的任務 那判這個樓珠的時候 一定是三年 譬如說今年就是會判三年之後 輪樓珠的這個城堂 那三年裡面你可以做什麼 因為剛剛講會台地道友嘛 所以我自己小時候也有養神豬的經驗 就是利用這個三年的時間 去準備一些錢啦 熟悉這個一整年我爐主 到底要做什麼工作啦 這樣 所以媽祖娘娘就很貼心給你三年的時間 可以讓你好好去準備就對了 對對對那現在還有這個類似執行手冊 福安宮也都會提醒 什麼時候譬如說媽祖先生 葡萄要準備什麼樣的貢品 其實給每個村長他們去做參考 你剛剛提到這個大樓的制度 他是15個村里下去大樓住 雖然你慢慢等就是這個15年 唯一輪才輪得到 不過 不過他的這個順序不一定是 你今年15輪的第一次 隔年的15輪的第一次 你有時候可能等這個2、30年才等到你 其實你沒有熟悉這些儀式的內容啦 很快就會忘記了 所以這個福安宮很貼心 都會提供這個手冊給大家 所以媽祖很貼心 提供三年的時間給大家準備 福安宮也很貼心 在你真的寡到的那年 他就會給你一個手冊 提醒你說你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有什麼年利就對了 對對對 好的 有粉絲問說 為什麼福安宮的黑令是五色旗 還有掃把圈圈香爐組成 前面那個黑令 這個也是深港 五色旗象徵五銀 那這個掃把 有沒有看到比較小的 這個是我們的天地掃 它象徵就是 把不好的東西給掃掉 那圈圈就象徵圓滿 其實它有很多這個吉祥的意涵 放在這個樓梢上面 這也是深港比較特殊的地方 所以那個天地掃在前面 等於說是就幫媽祖掃樓的意涵 對對對 開祥路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是 超歐保安宮 五輔千歲 那五輔千歲 它很特殊 它常常得這個先鋒 各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五輔千歲 如果你有實際去保安宮的話 它的形象是非常的年輕 其實媽祖就會挑這種 蕭勇善正年輕形象的這個神秘 來擔任先鋒 它可以處理 兵馬也比較充足啊 法師也比較充足 去處理一些可能突發的狀況 小朋友注意到 好像這邊就是 幾乎是一廟就一組法師的概念 對 因為法師在這個每個廟都非常重要 就是說初一十五叩君的時候 法師就要召贏 或者是年底收兵啦 或者是開營的時候 這個各個莊廟自己開五營的時候 法師也都要在 那這些法師 通常它是職業的法師 還是說業人 通常是自己莊廟的這個青年 男性青年啊 他們一代傳承一代 那如果真的沒人的時候 才會請這個可能隔壁 隔壁村莊的這個法師 來幫忙我們雕牙 怎樣或是開牙 所以這裡的法師不是 是一般所認定的那個職業的法師 欸不是不是 是廟裡的年輕人 或者是一代傳承一代的老人家叫年輕人 然後把這個法的精髓傳承下去就對了 對 現在看到這個是蠔蠔的太星公 那蠔蠔跟 欸深港有三個聚入 他都姓姚姓宗族 第一個是蠔蠔 第二個是十八丁 第三個是蠔阿萊 那他們有一個 那他們有一個蠔蠔工的這個輪職制度 那其實輪到哪一種的時候 他就會造型 然後板著 宴請另外兩個莊頭的人 其實是聯繫這個姚姓宗族 他們的這個情誼 所以你本身也姓姚 對對對 我是十八丁啦 所以我們就是找了在地專家 來跟大家做解釋 那其實這個蠔蠔工制度 在深港也是非常的盛行 像是這個專九處 他也有自己的一個蠔蠔工 他也是每年都會這個辦法會啦 然後 那個 請歌仔戲 怎樣來樂到 他看到比較遠方這邊是 當兵工業區有風車的地方 他也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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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這個街駕的人 非常多要稍等一下媽祖 跟那個大樓的到來 因為那個居民看到 大樓跟媽祖 通常會弄給他 然後通常要等一下 對 甚至會有這個信徒啊 準備這個比較大型的鞭炮啦 還是特殊的這個迎接方式 來促嘎 現在咧 早上起假 排班 都有人比數字 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韓班啦 這個 大家有看到 有幾個穿古裝的人 深港地區 會把這個穿古裝的人 如果其他 例如說陸港 他準備會說 或者是東港 他就會說 東港 他就會說 中軍戶 還是什麼 一個特殊的頂頭 深港他沒有特殊的這個稱法 我們都叫白班 白班 它是名詞 也是動詞 有人比數字 有人比數字 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類似點兵點將啦 尖展官 他會負責 尖展官 他也是 完工的法師 也是法師 對 所以他其實也蠻忙的 早上出廟的時候 他要擔任尖展官 然後十二個銀頭 他要當法師 等到 晚上入廟的時候 他要這個 點兵點將 確認這個媽祖的兵將都有回來 所以大家 等一下可以看看 我們兼長官 他也會過來安寧 對對對 最後面 他就是身兼多子 身兼多子的概念 就是為媽祖奉獻 這樣 等這個媽祖來的時候 我們講一下這個 深港的奴祖制度 這個福安宮有兩個奴祖制度 第一個是神通 大家看到這個 剛剛有介紹這個 來奴祖的神通 他是用這個以前的枕頭 德宜辛普十八樁 清代留下來的枕頭 他是要去擔這個樓祖 他擔到樓祖的人 通常都是這個 比較 他可能祖神的形象 是比較年輕的 比較羞勇善戰的 他可以為媽祖來開路 那第二個 這個奴祖制度 就是聖大樓 這個 聖大樓 他是這個十五個村禮 為什麼有一個禮 這個 因為這個行政的劃分 以前德宜辛普十八樁 就改成這個 十四 深港鄉十四個村 跟一個禮 這個 和美鎮的歐仔來 他也是共同來參與 這個輪子聖大樓制度的一個單位 那什麼時候會這麼大樓 這是這個年底 收兵 收兵那天會上大樓 隔天這個村莊就會來這麼大樓 那以前這個這麼大樓 是大家可能 A村跟B村約好 例如說我在石谷橋相等 幾點這樣 可是常常是說 到底是我要先拜你還是你拜我 常常會有這種糾紛啊 或者是時間 可能我這邊還沒準備好 然後你又等我等很久這樣 就是會有口角 那後來同意改成就是 有一個村莊 好像是新港村還是哪個村 因為他這個陶環北 他這個 剛好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輪子 跟這個下一個巡的時候 剛好是第一個 對就是他這個收兵 送大樓那天 先把媽祖請回來好安庄 然後就會先請回去福安宮 就是這樣的一個信仰的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等 那個姓早樓跟媽祖的到來 對對對 那這個中性大樓 這個樓珠川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忙 他這個過年的時候 他就要這個派人手來幫忙福安宮 他可能有信徒要來這個 填油箱啦 拜拜 因為這個來走村的人非常多 他也要這個負責這個收這個 餡香啊 金子的這個 就是說焚燒等等的工作 那到了這個農曆三月二三的時候 這個樓珠川他就會回軟 請這個樓珠媽回來福安宮看戲 那第二波比較忙的時候 就是這個農曆七月的時候 農曆七月的時候 他就有三次他就要準備這個貢品 到福安宮去拜拜 那第一次是這個國立七月一號 也是這個整個深港鄉 普渡的第一天 那深港的普渡它是一樁輪一樁 深港福安宮這個 新港本庄 新港本庄 它是輪到這個七月十三號 那七月十三號的時候 這個樓珠川也要準備 很多這個米拿大 中午的時候跟著福安宮一起 那最後一次是這個八月一號 八月一號也是這個整個深港鄉福安宮 也會普渡 福安宮然後各個聚落的這個信徒 也會選在這一天普渡 所以這個普渡不是大家想像說 農曆七月十五拜一次就好 這個深港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忙 很虔誠 普渡就可以分成這麼多的階層跟康長 一年當中 對 其實村長也非常非常的忙 那通常福安宮他怎麼聯繫 就是說他這個禁這麼大 他怎麼聯繫各個禁 他會開一個信徒大會 他可能是這個 第一個是主委 那裡面的總幹事委員 那第二層呢 就是這個地方的代表啦 陶廊 那在接下來就是這個 每個村裡的村長 他都會來共同參與這個開會 這個開會 那開信徒大會 誰會坐在主委旁邊 就是向大樓 樓住船的這個 船頂樓就會坐在這個主委的旁邊 所以呢 在深港地區這個信大樓的地位是很高的 對對對 那其實有什麼事啊 例如說去年這個有什麼 制度不好啦 人太累啦 那希望福安宮協助的地方 也都會在這個信徒大會去做協調 多Flow 說明一下姓大樓 她姓大樓 她是一個瑠 還有跟一隻媽祖 這個姓大樓 這是詞怎麼寫 第一個是聖人的聖 然後第二個是大小的大 第三確是儂 髢子的髢 顾名之一就是有一个轮子的信物 叫做圣大楼 圣大楼它轮子的信物 现在可以 等一下可以看 中午如果有观察我们直播的人 有带大家去看这个信物 大概有三个 第一个是这个妈祖的令旗 那第二个是楼 那第三个就是楼珠妈 那这个 但各位可以知道 前几年福安公有发生火灾 连这个祖神都一起归天了 那福安公这时候就赶快去 也是十股玉兴宫那时候 到圣大楼的楼珠 他就赶快把这个楼珠妈 请回来福安公定点 那之后再刻一个新的楼珠妈给玉兴宫 所以现在大家来 那个深感福安公拜拜 看到的那个中间正殿 那一尊妈祖是以前的楼珠妈 因为那个几年前的祖荣之灾 正殿妈开机妈全部都升天了 那为了要让大家 还是有那个深感妈的这个信仰寄托 所以就是请了当时候的楼珠妈回来 这样子 所以现在的楼珠妈是全新雕的 这样子 对对对 那楼珠妈有什么特色吗 对 他可能 如果大家要仔细看这个 深感福安公开机的这尊妈祖 跟现在的这个在订点的这个楼珠妈 可以看到这个脸颊的大小其实不太一样 楼珠妈是比较风云一点 那有人说是这个 因为这个楼珠 比如说今天轮到我自己的版桃川 我感谢妈祖 其实我会准备很多很多的供品 去祈求拜妈祖 那妈祖每天也吃很多 吃好住好 但是渐渐的他这个形象 就会有点风雨的感觉 所以大家说杏大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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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深港整个祭司圈 它的地位是很崇高的 那把到那个轮子到杏大楼的庙 就会在爱上境的时候 在马祖之前 对对对 在关公的马祖之前 就是楼珠妈就对了 在轮子到楼珠妈的那间庙 等于说做它的价钱 那这个杏大楼 各位知道 比较知道就是贵楼嘛 刚刚讲那个收冰那天是上楼 那隔天就会是杏楼 那杏楼的时候 这个例如说板桃川 他到着这个大楼 他就会那天 去这个带着杏大楼的妈祖 一起去自己庄内 每条大路小路都去这个绕境 这个我们叫做稳增 那其实稳增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有趣 这个信徒为了迎接圣大楼 他们会特别去输出这个很大的布条啦 特殊的装置 甚至是写POP 那有的村庄还会这个印杏大楼的这个照片 或者是这个做这个护身符啦 还有这个纪念小物去 透过领赏发给每一个信徒的家 就是纪念这件事情 轮值到的时候 能够在我的有生之年轮值到我 然后我能够为这个信徒楼 这个杏楼做一点事情 不管是纪念品也好 或者是大布条也好 都算是那个村庄的 很像鱼有熔烟的事情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然后为什么我们现在会 蜡拍蜡这么久呢 因为大家看到信徒楼 那个楼竹马跟妈祖竹来 大家都会想要轮轮 所以就是在这边要等久一点点的时间 那这个拨姓大楼 例如说我今年拨 我是不是拨明年的姓大楼 这是根本来不及当练习生育习 我一整年要做楼竹的什么工作 所以我们拨楼竹的时候 是拨第三年的大楼的这个村庄 那他这个在两年的时间 他先去存钱 然后这是养敌宫 起敌宫啊 这是养养 养妹妹的养 这个上楼的时候 他就感谢妈祖的庇佑 就台地都有 然后晚上就宴请 这个亲朋好友来吃 不过现在这个 因为大家比较忙 也没办法 像我自己小时候还有起敌过 就是养了两年的敌宫这样 就是你三年前知道说 三年后 你们的村庄可能会是 那个楼竹妈要来 要接楼 然后就会 就会开始养猪就对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贴心 就是给你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然后重点是 还有教材手册 对还有教材手册 就是你轮 你三年前就知道自己 可能三年后要接楼 然后接楼的那一年 深港幅安公呢 因为可能几十年 才轮到你的村庄一次 然后就会给你一个操作手册 提醒你说 这一年的年历会有什么 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所以福安公也是透过这样子贴心的方式来 就是他真的是大庙 照顾就是每个个这个村庄的大大小小 这样筹划这个祭典 那福安公也会像今天这个安营啊 安娘或者是这个回软 甚至是上大楼 他都会有一些经费的补助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现在社会的人对于信仰 会慢慢的减弱 那其实你去求中心 有时候可能会这个 不太入不敷出啦 或者是刚好损意平衡 所以这个福安公也会 多少补助这些如主的村 我们现在是 姓大楼来了吗 还没 现在是这个青天太子 青天太子 青天太子 它等同这个泰珠亚的这个功能 那可以看到这个令旗上 这个旗子上面是写新港 因为这个深港以前叫做新港 那这个台湾这一城为新港 有三个地方 大家不要知道 就是嘉宜的新港 那第二个就是彰化县的新港 就是现在的深港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台东成功 以前也叫新港 大概民国七十几年之后 因为这个大家实在是太容易搞混 有时候寄信又会寄到别的地方 后来这个政府就开会 那刚好这个彰化的新港 跟这个成功的新港 就这个抽签抽输了 这个被迫被改名 所以以前那个深港叫新港 对对对 现在还有新港路跟新港国小 甚至是这个 我们看到亚克上面 还会写这个新港符合 说多少都可以看出 以前地名的这个历史痕迹在 难怪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上面才会写新港 新港这样 新港跟深港台语发音都是新港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就是以前人的一个巧思在 我们看到这个向大楼的这个 负责的今年负责的公庙 全州村 它已经慢慢地过来了 那刚刚讲这个大楼 第一个是它那个令旗 那第二个是大楼 第三个是这个楼柱蚂 那另外它还会做这个 它另外还会做这个大丁 上面会写圣大鲁这样的大丁 给这个楼柱穿 所以上面就可以看到圣大鲁三个字 很明显的圣大鲁 这样子 今年這個泉州村 他要請兩個頂頭 一個是舞蹈團 一個是廣東師 待會他們也會來鴨頭這邊 類似做拜廟的一個動作 那也是深港很特殊的地方 這個樓哨 他拜完了之後 其他的這個 那個榮戶其他大店也都會來拜一下這個鴨頭 看到這個是翔鳳的跳垢 這個深港以前吼 每個村莊他都有自己的頂頭 好剛剛有看到這個高甲 高甲或者是北館 那甚至是塞丁 像這個七家村的這個文德宮 他曾經組過塞丁 還有這個鄭家村 鄭安宮 他也組過這個宋崗 其實在老一輩生港人的這個印象裡面還記得說 他們出過很厲害的這個107人還排 因為這個習俗不能夠出到108人 曾經出過107人在這個福安宮的廟城 大概是記得這件事很厲害 不過現在這個因為大家都要上班 出外去求學就沒有那麼多時間排練 所以這個頂頭就慢慢的解散了 所以以前大家為了接大樓啊 或者是這個安寅聊天 接大樓嘛 大家為了接大樓啊 或者是這個安寅聊天 大家都是會卯足全力把整個村莊的青年全部掉出來這樣子 就是告訴他說我們這邊的青年很多這樣子 我們看到這個今年大樓 法師來了 後面就接著這個大樓的神教 有人問說高甲是什麼 你剛剛說高甲 高甲也是這個戲曲音樂的一種 那曾經有人說 據這個歷史考就香港這個 現在香港這個全安宮這個聚落 泉州村 他以前叫專九處 是這個台灣高甲戲這個樂種 音樂加戲曲的一個發源地 那現在比較活躍的這個新景租台中的 這個新景租高甲戲團也是深港人這樣出去的 原來他是一個發源地 我們看到這個大樓 他的這個神教的上面 那個神教的上面是有綁這個媽祖的令旗 那另外這個大樓 像大樓跟樓豬馬就在教的裡面 所以他的廟裡面呢 除了他們廟供奉的主神之外 還有我們的盧 那個盧 那個姓悟 然後跟我們的樓豬馬 也有一說叫購樓馬這樣子 那那個轎子的上面要綁上令旗跟令牌 這個好特別哦 這個盧大樓 各位可以如果看照片的話 現在是四四方方的一個比較大的爐 那在更早之前 它裡面其實藏了一個小的淨爐 那淨爐你把它翻到後面來 他可以看到這個後面是有落款 是大正三年還是四年這樣 就是到現在為止大概有八九十年的歷史了 所以可以說這個姓大樓的這個輪子的制度 這大樓的這個制度已經維持大概有九十八九十年 對對對 很多粉絲有發問 小和同學都會幫大家解答 大家不要害羞 那接下來進來的這個是Huda 這個Huda好特別哦 一邊是淨爐那另外一邊就會放水果跟花 香花高大 象徵是為媽祖開這個香爐 哦 所以它都是一路上圓康這樣子 對對對 只有中午吃午飯的時候它會稍微的樓買 接下來進來的這個是樓關 我們這個樓關不會寫說什麼 新港路右轉左轉啊 接下來怎麼走 這個樓關 它是說今天這個雅頭可能是這個白雅 白雅開始 它是第一個就寫白雅 那它在哪個聚落 它在全新這個聚落這樣 那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更詳細的路線圖 可以上深港浦安宮的粉絲專頁 然後面接著跟著就是這個指示牌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指示牌它是非常非常的新 因為這個之前浦安宮有這個火災 所以又重擺了 然後面接這個掃腳隊 還有跟穿著這個古裝的人 剛剛有這個跟各位解釋牌包 所以現在是現在是白雅玩 有這個 對 剛剛是 最喜歡的 藤 雅 在 我看這個髮師這樣真的很難相信他是業餘耶 很專業 這就是代帝的青年就是返鄉服務這樣子 他並不是職業的髮師 真的非常非常讓人家很敬佩感動 因為也是從出廟就跟到現在對不對 對 因為現在是這個完工的髮師在做開營 開營 其實就是哄恰這個神明啊 兵馬駐紮在我們這個目前為止的 目前的這個戲這邊 哇可以看出那個媽祖娘娘的教肢上面 有好多好多的監獄超 這個就是信徒齁 為了感念這個媽祖一點的批養齁 他們就會把這個鈔票黏在紅布上面 然後掛在這個轎子上 哇 這個開邊的時候呢 那個 如果有懷孕的朋友要離遠一點喔 看到很多青年都很相伏 毛瓜的髮師很多也都是年輕人小朋友這樣子 一面跟著長輩學習 很感動 他們一路上都用走著 因為一路上他們的那個鼓都不能夠停 對對對 原來是看到了是這個賢槓 和安宮媽祖的那個轎子 也是我們賢槓罵 賢槓罵 而且他竟然要拜這個銀頭 鴨桃 但是可以 馬祖來順牙這樣 對 可以看到後面還要接這個 新港福安共和三軍司令旗 代表我們的媽祖娘是這個十二個鴨桃 還有這一些二十五個村莊 領妹的這個統帥 對 很帥耶 這個三軍司令旗超帥的 那今天這個 因為這個天氣不太好 忽然暴雨 又這個 又出大太陽 所以大家也是非常的這個 耗體力 那個路程也有點嚴誤 可能這個晚上七點左右才會入廟 後面這些都是志工媽媽一起跟著走嗎 大哥說大概七八點會入廟 那再請各位粉絲 持續關注我們的粉專 對 到時候也會幫大家直播 好 如果想要軟腳腳的 也可以趕快到這個 深港福安宮前面 去等媽祖 軟腳腳 來 入廟有什麼好看的 請跟大家預告一下 入廟有兩個非常好看 第一個是這個 剛剛有看到穿古裝的 這個人 他們也會再點兵點醬白斑一次 等於就是說 今天大家有沒有平安無事的回來 那第二個 這是非常非常的高潮的 就是這個招大練 不是說這個神明發起來 是這個發開 是這個 每一個村莊 他在拜廟的時候 他都用衝著三進三退 這代表說我們這個鄉頭 年輕人的很多 其實其他村莊要這個 注意一下 加年輕人的很多 體力很好 這樣子的意思 對 不要隨便欺負我們這樣 各位稍稍期待一下 OK 那我們在西穎這邊 直播就先告一個段落 那待會呢 應該會幫大家直播 錄廟的部分 請大家盡情期待 大概是七八點左右 那現在想要 如果你住中部的朋友 想要來深港都還來得及呢 看到我們也可以打個招呼 今天大家都很熱情 謝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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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